現階段大家聽音樂總離不開串流 但是想要建構一套完整的串流系統可不簡單 你需要買串流播放機、擴大機以及喇叭 系統中還需要大量的線材連接 對於一般非音響迷的玩家來說是既花錢又麻煩 於是近幾年市場上的一體式串流音響開始崛起 這類產品它將DAC解碼、擴大機跟喇叭全部一手包辦 不需要複雜的線材連接也不需要專業的聆聽空間 只需要把它放在家中任何一個角落再連上網路 就可以開始享受串流音樂了 日系音響大廠Denon日前就推出了一款HOME系列無線喇叭 這款喇叭它除了造型漂亮支援性也非常豐富 只要連接網路再透過自家的HEOSAPP操作 就可以播放Tidal、Spotify等各種串流音樂 而這款HOME系列無線喇叭 它從大到小分別是350、250跟150 前面兩者屬於一體式的設計 而最小的150還能透過自家的APP設定 而變成Stereo的左右聲道音響 雖然HOME系列的三款無線喇叭 用來聽音樂已經非常實用 但其實Denon對於HOME系列的計畫還沒有結束 於是它又推出了一款HOME 550 Sunbar 以及HOME專用無線超低音 這款Sunbar它除了具備HOME系列串流喇叭 豐富的串流支援性 它還可以用一對HOME 150的無線喇叭 作為無線環澳聲道 組成一套無線的家庭劇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款HOME 550的Sunbar 它造型非常好看 而且它設計的體積也非常小巧 總長只有65公分 擺在電視下面完全不佔空間 它雖然體積不大 但是它的硬體配置卻非常的完整 從官網的結構圖 我們可以發現它一共搭載了9指單體 在Sunbar的左右兩側 分別搭載了1指軟半球高音 以及2指全音域單體 而Sunbar的中間跟背後 一共搭載了3指被動輻射器 而且所有的單體都有6組 低類擴大機來驅動 可想而知 這個喇叭雖然是體積不大 但是它即使是單獨使用 劇院音效也是非常完整 接著我們看到它的背板端子 它除了支援最重要的HDMI EARC之外 它還有光纖以及LAN 還有USB的數位輸入 甚至它還有3.5類比輸入 這意味著這款Sunbar 它除了可以連接電視 也可以直接連接網路 聆聽串流音樂 電腦的用家 也可以直接當成電腦喇叭使用 再來這款Sunbar 它除了支援Spotify Tidal等串流音樂之外 它也支援了Dolby Atmos 以及DTS-X的劇院規格 同時它也具備了DTS Virtual X的虛擬音場功能 可以拉高音場高度 虛擬出上方聲道的音效立體感 接下來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這款無線家庭劇院如何操作 實際測試首先我們先將 Home 550、150以及無線超低音連上網路 接著長按喇叭的Connect鍵 並開啟HEOSAPP 將所有喇叭的韌體更新到相同的版本 找到Home 550之後 進入Setup Assistant 連接Subwoofer和Surround 連接完成後 首先點選Subwoofer 選擇Optimized for Denon Home Soundbar 550 自動設定超低音的低通濾波 這時候Soundbar就會找到 超低音最佳化的分頻點 再來我們點選Surround的部分 分別將兩支Home 150 設定為左右環繞聲道 設定Soundbar的高通濾波 這時候就可以對環繞聲道 設定它的分頻點 用家如果想要聽到更多超低音的低頻 也可以在選單中找到Speaker 從裡面自行設定Crossover 接著用家選定聆聽位置之後 可以透過測距儀或是兩尺 來測量喇叭的距離 接著到Distant的選項中 設定喇叭實際的距離 再進入Level中 實際聆聽各個喇叭的測試音量 再做喇叭的爭議微調 設定的講究程度 完全不輸環繞擴大機 操作起來也非常的直覺 喇叭設定完成之後 我們回到主頁 也會發現這款Home 550 它具備很多音效模式可以選擇 這個部分也是完全比照Denon環廓的設計 聽音樂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選擇Pure模式 而看電影或追劇 則更適合Dolby Surround模式 如果你想聽到更立體的音場效果 也可以選擇DTS Virtual X模式 接下來我們就實際來聽聽看它的音效表現 我會保護Destral 經過實際試聽我們發現這款Home無線家庭劇院 它無論是在純音樂或是電影的音效表現上都非常不錯 如果您的空間有線或是不喜歡複雜的線材連接 那這款Home無線家庭劇院 就可以在不破壞裝潢美觀的情況下提供你非常好的音效表現喔